大家好,我是盈盈 前些天一直没休息好 昨天睡了一觉 24小时连轴转 除了两顿饭吃饭时间一直在睡 今天算是睡透了 醒来打算给自己做点好吃的 我今天用黑麦的面粉包个饺子 现在人都讲究 吃面包吃全麦的 或者吃黑麦的 啥都全麦的 要平时去面包店买一包全麦面包的话 大一点品牌的 一袋是20多块钱 二三两那种好像还10多块钱 这个面粉我买一袋才花十几块钱 能做多少次面包 能做多少次饺子皮馒头啥的 过日子得涮起来 还行看起来不是很黑 逗多了 给它揉成面团 颜色也没那么深 给这面团醒一醒 这个就是黑麦的面团 现在家里面客厅 有一半的面积就变成仓库了 有朋友还说 颜色你怎么在家拍视频 老是固定一个位置 咋不挪动 这咋挪动 这背景朋友们 这背景要是上了镜 可难看不难看 你看都已经挪到哪了 再往上挪就碰到门铃了 还是香品 没地方放 撒上点面粉 放点劲了 剩下这一块面就放冰箱里面了 能放个两天 下次吃饺子的时候 就不用和面 直接拿出来包 这冰箱专门放出菜的 这是点辣椒 大冰箱专门放肉的 这个是我事先做好的牛肉馅 我只要在家一有空 有空也不咸的 就赶紧弄点东西 这个粥馅 别是抽空剁出来 放起来的 被子 包饺子 其实我是跟我爸学的 我妈那种包法 他浪费时间 他一点点捏 我爸就是 这种 我教你们 中间捏一下 两边用这个虎口加入 一挤完事的 我说这个笔 你怎么会是 我说这个笔 我做了 我看你 我说的 这种笔 是 我看你 你怎么会是 柳子 所以我看你 这是 我看你 这种笔 朋友们黑麦饺子煮好了 我整了点涮酱 里边放点辣椒油 尝尝 还带汤汁呢 牛肉馅的一煮汤汁就出来了 再来一个一口一个 重点是我的蒜泥里边放了辣椒油 真香 俗话说的好吧 舒服 不是倒子 好吃 不如饺子对吧 有朋友肯定得问我 这饺子都吃了 你喝点酒 不敢 一喝酒就现流 上面拍了两个视频都在喝酒的 我自己都看不见 给馅流给隐藏了 白拍了 偷的膜喝一下 这饺子得一口一个 汤汁一点就没浪费 自己做的饭 可比外面的卖的好吃多了 还还剩咸 外面18块钱能买啥 一碗面都买下来 咱自己在家过日子 18块钱能买一袋面粉 能吃多少顿 一个月 半个月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我爷爷经常用罩坑里面的烫火烧干辣椒吃 就那辣椒一烧完之后有点发黑了 糊香糊香 还有点辣 可香的 现在没那条件了 以前都是住平房烧大锅烧彩火 没有彩火火 没有木炭火 你就烧不了辣椒了 那个也好吃 咱炸辣椒也香 一口鱼 吃的剩这几个了 还有四个 哎妈 昨天睡的一觉睡的我太舒服了 太通透了 睡好就把小脸都光着了